大家好,我今天要为大家讲的故事是 利瑶的德镇 上古时代黄河流域部落联盟 先后出现三位杰出的首领 他们便是瑶顺瑶 瑶号桃堂氏 传说他是皇帝的后代 那个黄不是现在皇后的黄哦 而是黄色的黄 尽管他有著高尚的道德品质和丰富的生产经验 并处于首领的地位 但他处理事情仍然遵循古老的民主传统 十分前逊 因此受到很多人的喜爱和尊敬 有一年瑶独自出外巡游 一路上他所见的男女老少 一个个笑容满面 无忧无虑 到处呈现一股太平的景象 他来到一个村口的一块地上面 只见几个老农正在宜然自得地 手持木板玩这极壤的游戏 你来我望十分殆劲 这时有个路人恰好经过 感叹道 啊我们的领袖瑶 是多么的伟大呀 是他实行的德阵 才是我们过上这么舒心的日子 一位老农听到他这么说 不以为然的大笑起来说 哈哈哈哈 太阳出来我就跟座 太阳落山我就休息 绝境饮水跟天吃饭 地窑德阵跟我们有什么相干呢 过路人听他讲 似乎有点道理不由得 哑口无言默默地走开了 摇在一旁听他们的对话 知道百姓生活十分愉快 心中感到很踏实 他不想给几个老农说明 治国之道正在于此 一遍也悄悄离开了 今天我在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